欢迎您再回来快乐向前行继续跟大家分享 和田秀书医师他所写的 性灵人生七十开始 医学的进步 对于现在的七十岁的人来说 要活到一百岁还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这段时间想要如何度过 应该要好好的思考 你想要一辈子担心血压跟胆固醇 一直克制忍耐地活得长寿 还是就算缩短几年寿命 也要过着享受喜爱美食 沉浸于喜悦的生活呢 究竟哪一种生活方式对自己而言才是幸福的呢 和田秀书认为 就算拼命忍耐不吃喜爱的东西 也未必能够活得长寿 预防癌症最重要的是维持身体的免疫功能 可是忍耐不吃喜爱饮食的生活 也许可以预防冠状动脉硬化 但却会造成免疫功能变差 这么一来就提高了罹患癌症的风险 人类在品尝美食的时候 能够充分活化人类的额叶 反之充满限制的生活 就没有办法带来品尝喜爱美食的幸福感 前额叶没有办法获得刺激 会加速大脑老化 何田认为如果希望过着健康 有活力的晚年生活 最需要极力避免的就是大脑老化 另一方面 克制饮食容易让人缺乏蛋白质跟胆固醇 也会造成血清素跟男性荷尔蒙减少 增加罹患忧郁症的风险 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免疫力的降低 增加罹患癌症的几率 因此年过七十就不需要对于饮食限制 太斤斤计较了 那么对于医疗的态度呢 何田秀树认为 七十岁面对医疗的态度 会左右寿命的长度 过了七十岁 会有越来越多人罹患不止一种疾病 也会有越来越多人 非常需要频繁的出入医院 不仅如此也可能罹患大病 因此必须为自己做出重大医疗决定 在七十岁这个阶段 如何面对医疗 会大大左右八十岁以后的生活 请大家思考关于你现在正在服用的药物 可能很多人有在服用控制 血压血糖或胆固醇的药物 年过七十 重新检视自己是否 还要继续服用这些药物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感受到 这些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更该要注意 利用药物降低血糖血压 本来是为了降低将来发生心肌梗塞或脑梗塞 中风的危险 因为高血压高血糖的确会成为心血管疾病的导火线 利用药物跟血压血糖降到所谓的正常值 不仅会让身体感到倦怠 头脑也会长期处于呆滞的状态 为了降低十年后发生心肌梗塞的风险 从现在起就持续服用药物 长期过着毫无活力的生活 这样真的有意义吗 何田秀树医师认为 七十岁之后应该要将舒适愉快放在第一位 就算健康检查的素质都落在正常范围 但你的身体越来越倦怠 活动力越来越低 只是会成为一个毫无活力的老人而已 何田秀树医师说 他不是要大家停止服用所有的药物 只是请大家不要太拘泥于医师所说的正常值 以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正常活动力为前提 来服药会比较好 服用药物降低胆固醇的确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多少降低发生心肌梗塞的风险 不过与此同时 男性荷尔蒙也会随之减少 有些人也会产生勃起障碍的问题 一旦抑制男性荷尔蒙的分泌 就会变成毫无活力的威靡老人 而且胆固醇也是免疫细胞的原料之一 降低胆固醇也可能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增加罹癌的风险 迄今为止 仍然没有人知道究竟服用药物是否能活得长寿 这就是目前医疗的现实面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自己有感觉到 这些药物带来的副作用 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忍耐下去 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显示 痛苦忍耐继续服药 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人活得长寿 也许医师会希望将你的健碱数值降低到正常值 不过就算数值略高 还是要请医师开力以维持活力生活为优先的处方 何田秀树说 只要没有动脉瘤 血压就算高达200 基本上也不会造成血管破裂 与其担心未来每天按时持续服用 毫无长寿根据的药物 他认为不如追求眼前舒适的生活 更为重要 何田秀树医师他认为 降低血压血糖胆固醇的药物 虽然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但同时也会造成身体倦怠失去活力 甚至于免疫力下降 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跟大家分享 有一年他得了严重的感冒 变得容易口渴 半夜要跑五趟洗手间 度过一个月之后 他在医院测量血糖 数值是六百六 这么高的血糖数值照理说 应该要立刻住院打胰岛素 但何田医师总觉得非常的抗拒 所以他只服用药物来暂时应付 血糖过高的问题 在这个事件之前 他都是过着只是开车或搭计程车 没有在运动或走路的习惯 借着这一次生病的机会 他改变了自己 平时尽量多走路改善他的生活方式 黄天终于不复苦心人 现在他的血糖值一直控制在两百左右 当他的血糖控制在两百左右之后 就不会动不动就口渴 半夜也不必再去厕所 生活中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他说 其实血糖值两百仍然是偏高 但如果要再降低的话 头脑可能会变得迷迷糊糊的 所以他决定将血糖控制在两百这个数值 而他的血压也偏高 平时有在服用降血压药 如果不吃药的话 血压大概是两百二左右 这样算是比较高 所以他服药将血压控制在一百七左右 虽然血压两百二左右不会造成头痛 在自觉症状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医师帮他看诊之后 告诉他有心事肥大的倾向 血压之所以会偏高 就代表着心脏非常努力的工作 所以导致心脏肌肉变肥厚的状态 医师跟他说 要是心事肥大的情况 恶化下去很可能会增加 心脏衰竭的风险 所以他决定利用药物来降低血压 虽然血压下降到了正常数值 但也导致他感到非常疲倦 头脑也迷迷糊糊的没有办法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他直到现在还坚持把血压控制在 一百七左右的原因 过了几年 他重新接受了心脏检查 结果显示心事肥大的情形 已经比以前有所改善 所以他现在依然刻意将 他的血压控制在较高的数值 同时维持正常的生活 大部分的医师都会建议患者将各种检查的数值降低到正常值 大部分没有医学知识的患者就算服用的药物出现的副作用 也很容易认为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而开立的处方 所以就多忍耐 但这样的忍耐毫无必要 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的确切证据显示 忍耐药物的副作用可以活得更久 所以他认为年过七十之后 千万不要执着于服用这些药物 应该要以避免生活品质下降为前提 以有弹性的方式服药 才能够拥有充满活力的七十八十人生 欢迎您再回来快乐向前行 我是黄银 继续跟大家分享 高龄医学专家何田秀书医师所写的 心灵人生其实开始 何田医师认为 与其全身健检不如接受心脏检查和脑部检查 在日本他们的健检会检查将近五六十个项目 这些项目中跟疾病有明确因果关系的 其实只有血压血糖和红血球的数量 就算血压或血糖数值非常高 也只不过表示在几率上而言 将来危害到健康状态的可能性比较高而已 至于其他的检查项目 只要不是太离谱的异常数值 基本上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这些项目跟寿命的长短有所关联 可是大多数人只要在健检中 有项目被判定为异常数值 就会听从医师的指示 拼命将数值恢复到正常 而服用一大堆药物 何田医师认为 一旦血糖或血压数值下降 身体就会变得倦怠 头脑也没有办法维持清晰 活动力更会一落千丈 要是为了降低胆固醇 而采取饮食限制服用药物 也会造成免疫力下降 而且男性荷尔蒙的分泌也会减少 导致行动意愿变差 罹患忧郁症的风险反而会提高 如果像这样过度迷信的健检结果 一心一意想要改善健检数值 非但不会变得更健康 反而会渐渐变成 微靡不振的老人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预防 心肌梗塞或脑梗塞的话呢 何田建议 不如直接做心脏检查和脑部检查 他认为健康检查毫无意义 但心脏检查跟脑部检查 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只要每隔三年接受一次心脏检查 就可以得知 围绕心脏的冠状动脉 哪里发生硬化或变载的情况 只要能发现冠状动脉发生异常 就可以事先利用气球扩张术 或安装支架来扩张血管 而脑部检查可以透过 磁症造影 也就是MRI 来事先发现脑动脉瘤 只要早期发现 就可以使用导管等进行 预防性的手术 与其在检查时被告知 就机率上来说你很有可能发生心肌梗塞 现在就先服用药物来降低数值 他觉得不如在心脏检查时被建议 你心脏的这条血管已经变窄了 要装支架比较好 这样一来他就会觉得比较可以接受 并且遵从医师的建议 况且既然血管没有变窄 当然也没有必要限制饮食 甚至服用药物 另一方面有时候也会有些检检报告数值 向来都很正常的人突然发生心肌梗塞 如果担心发生这样的情况 定期接受心脏检查 应该也是不错的预防方法 比起接受检检后 毫无意义地节制自己 他建议大家过了70岁之后 要定期接受心脏检查和脑部检查 会更有帮助哦 和田修书医师说 如果一味地听从医师的建议 进行不必要的手术或治疗 结果常会造成生活品质下降 最糟的情况下 还有可能导致寿命缩短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年过70 绝对不可以在没有全盘理解的情况下 对医师的话照单全收 尤其是罹患重病时 更不能盲目地信任大学教授 这种声明远播的医师 因为这种医师正是典型的专科专家 大部分都没有什么 诊疗高龄长者的经验 从今以后 希望大家养成习惯 听到医师的建议后 不要只是一味地附和 而是要自己进行思考 想想看当自己遵照医师的指示后 是否真的可以活得更久 活得更好 或者自己想要的生活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 绝对要认真地搜集资讯 对自己的健康多付出努力才行 另外 财田博医学博士在东京都 老人综合研究所进行许多研究 他常年追踪调查许多位高龄长者 研究胆固醇数值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 并分析了身体质量 指数 BMI与死亡率的关系 这些研究数据显示出的结果 与我们以往认定的胆固醇较低者比较健康 瘦一点可以比较长寿 等等的医学尝试完全相反 何田医师认为 与其像一般的医师寻求长寿的智慧 倒不如向自己周遭真正的长寿长者借敬 聆听他们的智慧 或者听听他们的生活方式 以及饮食的习惯 这些百岁人类 他们的生活及思考方式 就是为我们带来幸福晚年的最有效良方 那么年过七十要如何聪明的选择医师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询问看看 医师对于药物的见解 举例来说 当你服用医师开力的降血压的药物后 感觉不舒服 不妨直接开门见山的问医师 自从换了药物之后 头脑一直觉得昏昏沉沉的 当医师回答 可是你的血压正常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症状才对 难道你想要停药死掉算了吗 这种药很好不会有问题 像这样不当一回事的回应就不是一个好医生了 如果医师在看诊时只会按照教科书的内容回答 这款药物对身体好 一定要按时服用 用这种方式为七十岁以上的高龄者看诊的话 那就太不可靠了 年过七十要尽量找诊疗高龄长者经验丰富的医师 重视患者是否能拥有轻松舒适的生活为主 尽量不要造成患者痛苦的医师 是最为理想的 另一方面选择医师的关键还有一个 那就是对于年过七十的人际关系来说 尽量不要与和不来的人继续往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是每次跟医师见面后都觉得身心俱疲 心情不佳 就不要再继续找这位医师了 看病是要付钱的 没有必要找一位不喜欢的医师来为自己看诊 另外年过七十之后也会有越来越多人罹患癌症 该如何与癌症共处 正是这个年纪的重大课题 而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不要动手术 何田医师认为年过七十不要动手术比较好 因为如果在七十几岁时发现离癌 无论有没有动手术 病况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他认为不动手术反倒比较有可能充满活力的 活得长长久久 日本的癌症治疗无用者 他认为癌症只有分两种 一种是会转移的 另外一种是不会转移的癌症 如果是不会转移的癌症 就算置之不理也不会置人于此 所以没有必要特地动手术 除非肿瘤大到会压迫到器官造成疼痛 阻碍到循环或吸收 才要以最少的程度来切除肿瘤 减轻身体的不适 何田认为他的说法很正确 因为他每年都会看到 一百多个高龄者死亡的解剖报告 只要是超过85岁的人 几乎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症肿瘤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就会制造出这些不好的癌细胞 也就是说年届高龄后 每个人的身体某处都会喂养着癌细胞 总而言之如果是不会转移的癌症 他认为对高龄者来说 就算对癌症置之不理 也不会致人以死 反之如果动了手术导致身体衰弱 才会使生活品质一落千丈 寿命也跟着缩短 不过在刚发现离癌的阶段 我们无从得知 那个是会转移或是不会转移 万一癌症转移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无论如何还是要先 手术切除再说 可是假使真的会转移的癌症 无论有没有动手术 都很有可能因为癌症而死亡 最后面临的是同样的结果 一般来说 癌症要发展到一公分左右的大小 才能在检查时被发现 癌症要从一开始生成的癌细胞 发展到一公分大小 大概需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说就算将目前已经发现的肿瘤切除 如果是会转移也极有可能在这十年内转移到其他的部位 即使切除了一处肿瘤 随着时间过去 别处的肿瘤也很有可能慢慢变大 扩散到其他地方 所以就算早期发现早期切除 也还是有可能会演变成极为险峻的局面 何田医师认为 如果是会转移的癌症 反正切不切除最后都是会死 倒不如祈祷自己得的是不会转移的癌症 选择不要动手术 一般来说七八十岁之后罹患的癌症 会比中高年龄层的癌症发展来得缓慢 就算置之不理最后的结果 也可能跟动了手术之后差不多 如果选择不动手术 至少可以保障晚年的生活品质 现在主流的想法都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因此很多人都非常认真的定期接受健康检查 他认为中年人如果可以借由健检早期发现 获得早期治疗 那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对于年过七十的高龄者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高龄长者在健检后发现癌症后就立刻决定动手术 只会使身体迅速衰老 甚至罹患其他疾病陷入卧病在床的状态 导致寿命缩短 这种案例屡见不显 正如同眼不见为敬这句俗话 不知道自己罹患癌症对高龄者来说 反而是一件好事 所谓的健康检查其实罪孽深重 许多年过七十的人都行礼如一的定期接受健检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思考健检的意义 了解背后藏有的隐忧 何田医师他认为 与其定期接受健检倒不如每隔三到五年 安排一次大脑检查与心脏检查 这是必要且有意义的健康检查